拿出了这本安坑人你不可不知的安坑大事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说起了安坑交通的改变 侃侃而谈 从民国83年开始担任议员 这20多年来对于地方大小事了若执掌 而安坑交通建设的历程也唯有他最了解来龙去脉 尤其安坑在初期开发时 交通庸色的梦魇让地方居民苦不堪言 安坑就大量在开发的时候 房价很低差不多十几万七八万 就可以解决一些基础问题 但是这个解决基础问题 但是政府他没有意识到 就这个车辆会越来越多 那没有去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安坑的交通就是很拥挤 从安坑到从五层到台北市这边 早上如果说要去上班 开车差不多将近两个小时 安坑地区在过去安一路和享和路未批建前 居民只能靠安康路进出 塞车已经成为日常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指出 为了让中央能够了解地方新生 民国85年时 他便结合当时多位市民代表和里长 成立了基层新生服务处 并且发起议员专案活动 要求相关单位正是安坑居民的需求和困境 后来就是我们组一个基层新生粮的服务处 把这个声音透过整个抗争协调 把这个声音已经让中央知道 那后来我们写一封这个连署书 也送到那时候是北区有17位的立法委员 除了僻建连外道路 在北俄高交流道规划上 陈永福以都市计划的专业 先见知名察觉问题 向国工局陈勤要求增设两处引道 让安坑对外交通更加顺畅与便利 交通部国道新建工程局 并没有把这个安坑交流道 纳路包含安坑的居民到新建的居民 怎么去连结 那个时候这个并没有规划 那我自己是协独自计划 那就是增设两段的杂道 就能够让这个安坑的居民 透过交流道进入台北市区 未免喉舌是民意代表的使命 而陈永福更展现了专业能力 让安坑交通逐渐有了改变 直到近年来的轻轨建设 他秉持不变的态度 认为民意代表就是应该走在问题前面 所以在107年间举办多场 我家到捡运站搭乘怎么去的说明会 每一个环节想的都是如何替民众 替地方争取解决问题 这本安坑人你不可不知的 安坑大代记记录了20多年来 安坑交通蜕变的历程 也看见了陈永福每一个认真打拼的过程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